时隔两年后终于等到了Hotel X酒店展 又是一次酒店餐饮行业的大聚会 行业里边的上中下游的各种供应链 在这里你都能遇得到 今天这期视频我带大家体验一下 这几天下来我的所见所闻 2013年是我参加的第一年 今年是2023年了 刚好隔了10年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 131415年 我记得这三年我是在展会打比赛 就是通过打比赛认识了蛮多人的 其实这个展会 我觉得是属于整个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大聚会吧 到了展会 先来我们自己的展台赢个业 也见到了不少专门来我们展台 喝咖啡面积玩咖啡的小伙伴们 这是我们的咖啡豆 这个小伙 他说是关注的第一个up主就是咖啡up主 对吧 哈哈哈哈 20年吧 完全不少 哇 那的确是蛮早的 你想喝哪个 天生 哦 天生牛子对吧 你平时是喝酸的多还是虎的多 酸的多 拍个视频吗 对 所以我能上电视吗 那必须的 可以的 那我拿俩包粽子吧 好的可以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支持 真的昨天还在看你那个日本的 哦是吗 我们展台也特意从荷兰搞了一台咖啡烘焙机 我早在2019年韩国首尔的咖啡展就有见到过 所以特意引进到了我们国内的展台 创始人也很热心的介绍了他这台烘焙机的特点 那这个烘焙机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展台 这个品牌呢是一个荷兰的品牌 这边是他们的创始人 so can have your name sandversink can you introduce your brand and your machine this is a Dutch machine so we developed this machine it is also for a green idea using less gas also recycle the air so we think about using less of energy to roast your coffee so with also some special features in here weaning system one kilo five fifteen thirty five with the one kilo roaster you can test your coffee you can roast your coffee and you make your profiles for the bigger roaster so that is how we produce the roasters all the controls is by ipad so it's the there's no buttons on the roaster everything is wi-fi between the ipad and the roaster so this is the app this is our app yes so this is our app yes 是用 ipad来控制 even people on the phone can download the app and we have also a connection in the roaster if there's a kind of problem worldwide we can look into it with the customer if there's any problems if the customer gave us permission to go in we can go in we can fix i think 99% and then the coffee can go in here you will see in a couple minutes because it's demo it will go to yellow see now it's roasting see and then if coming more yellow to the end then you are ready the coffee is ready the detail is ver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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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you based in amsterdam amsterdam give you also the link between holland and china of course this is you can change all the colors we can change it in five minutes you have a green roaster or blue and also this is very friendly because it's low i did really for asia because why making this roaster this big that i'm really tall but yeah but but in asia they are they are smaller and that's so that's why we also produce the machine lower we did talk to the customer and they said can you make it smaller i said lower so of course we can do that so thanks for your introducing yes you're welcome very good to see you thank you 本次展会专门有一个展馆中是咖啡节的内容 里面有全国各地的咖啡烘焙品牌咖啡店品牌 于是我也趁着这次机会来咖啡节进货 这边是8点2馆就是咖啡节所在的一个区域了要往那边走 然后这个见到了老朋友hellohello 吉福的steven要喝5年内最好喝能说吗 要hello 好了好了 我还要刷了过你 你们这个皮的这个真的做的还是很有质感 那就买这个了 再给你送一罐 哎呦不要这样不要客气我买 你买一罐我送一罐买 不不不两罐我都买 今天就靠它了 哇再稍微放凉一点应该会更舒服 哇它这个浓缩真的喝起来好顺啊 其实已经有点不太像浓缩了 我喝着它好像是的 就是浓度高一点的手冲的感觉 冲一个乌龙桃桃 要热的吗还是冰的 不用不用我就买个咖啡豆我就走了 谢谢谢谢 你们这搞得太热情了 不要见外都是自己人 我知道那不是得先给你尝尝吗 不用尝 这个相信孙玲老师的那个烘焙的技术 好嘞 乌龙桃桃 好感谢 会在视频里面露出吗 会啊 我不用我不用 有豆子就可以了 不不不要的要的 还有这个小哥你看你们两个我觉得真的 就站在这个地方很吸引人的 我不是为这个马路咖啡吸引的 我是为你们两个吸引过来的 太会说话了 真的 我煮的都不一样 一直问这个带赞赞 我说去牛牛咖啡 你们应该拿两个的 里面还有一个 里面全部是15克包装的咖啡豆 送给冠军一个我们叠buff的杯子 然后这个杯子我要讲一下 我们所有的唱饮 所有的咖啡节展会 都可以拿这个杯子过来喝咖啡 哇 然后一会我们有一个世界冠军 Sherry的一个充足分享 只要有杯子都可以喝到他做的咖啡 哇太赞了 那你就一定要每天过来打卡两次 上我一次下我一次 给你一只笔 好 哦 是可以这样点单的 对的 就像在火锅店点餐一样 哈哈哈 有点东西的 来 你喝个睡袭组的冠军吗 你刚刚要Alita吗 你在来个日赛的冠军吗 OK好就这样 就这五个了 Thank you 只有大品牌才能用得上这种手冲机 喝到了这个至光师的脖子 是只有28公斤被你们拍了对吧 是的 哎呀先给你们喝吧 感谢这个咖啡师 谢谢 哇真的是 谢谢牛老师 贵的豆子就真的是好 有点那种桃子的香气 很舒服喝起来 你喝起来之后你会怀疑它是不是咖啡 但是它确实是咖啡 这个淘宝店里边看一看 哎呀 哈哈哈 逛完了整个咖啡节了之后 HOTELX的这个咖啡节和我们参加的 路加水咖啡节也好 静安咖啡节也好 它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其实在这个咖啡节里边的话 来买咖啡喝的人是相对于较少的 大部分都是过来尝一下咖啡 买咖啡豆或者买罐咖啡会比较多一点 很多来的一些人呢 是一些外地来的或者是一些咖啡的从业者 他们来到这边了之后有蛮强烈的一个目的 就是他要带哪个品牌的咖啡都走 喝咖啡的群体离从业者更近 这是给到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个展会中你能见到很多在中上游的供应链厂家 所以呢 像这些大到工厂大型的机械设备的 小到零部件配件的包装材料 店铺器具的设备 原物料 咖啡生豆的资源 熟豆资源 奶茶饮品的物料设备 应有尽有 如果你是从业者 开了一家咖啡店 奶茶饮品店 西餐店 或者是像我们开了一家烘焙工厂 那在这里呢 你都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源头厂家资源 对 因为我们现在就精密的 其中的一个888的各个空 888意思就是它有888个孔 对 对吧 对 那是听了是876个孔 哦 测击出来可能就是那个咖啡的渣渣会更少一些 更干净一点 对不对 这个的话几乎是没有渣的 哦 没有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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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对对 是的 它是梦头 好吧 我就说 这个是八丝 九丝 铝膜基本上你想要我们是十二丝的 这个是十二丝的 嗯 这个是八丝 哦 嗯 你想要多少丝 十丝左右 哦 可以定制的 嗯 卷材 嗯 可以 你有这种包装机的是 对 我们做罐 嗯 你们这个是就现在是自己工厂制作的 还是说是从日本进口的 材质是日本进口的 哪个过滤速度会快一些 差不多 因为有的过滤速度太慢不太好 嗯 哦 这两个哪个贵一些 这个会贵一些 好嘞 那那个 那个 我们现在好像用的是这个 可能你要兼顾意识核单品的话 它会 呃 细粉量可能也会更多一些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因为意识它就需要细粉 细粉要多一些 否则它的整个一个它的味道是起来了 那相对来说 这款里面它的细粉就会变高一些 但是这个因为我们也调教过 把它的整个一个单品类 嗯 增加了部分细粉以后 它其实味道也是个错的 嗯 就是变得更轻了其实 轻了好多 嗯 它会轻一些 但是这台其实用料也满足了 因为整体也是铝合金铸造 因为是这样的话 其实手腕有力 因为你这样吃不到它是小鼻 因为我看在适合选手长期训练的时候 它是会减少一些 这一侧的话它是有一个曲线的 这曲线我都是调过非常多的版本 然后来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断水 就是你要停就停 总不会说最后的滴滴啦啦 蛮舒服的我觉得 就是出来的这个项目 它要断水端端做一个 现在这个反应的速度不过这个调整 然后可以两侧连暗和加紧 然后尝试快速变化 这个就是油画了一下调节的一个石器 哦 便携的 便携 哇 这个还蛮重的 对 这个是我们的产权样品 就是小批量市产的 嗯 大货是在午夜里 上调节 然后这个是调研磨度的 调研磨度 对 上面这里面有调节盘在里面 放上豆子最大升级不超过60分贝 嗯 研磨完了之后呢 下面就出锁了 主要是做日常手冲啊 磨卡呀 当然一式也可以 但是这个刀盘和这个是一样的吗 一样不一样 哦 这个是48毫米刀盘 嗯 这个是38毫米刀盘 哦 这个你们定价是多少钱啊 五百九十九 哇 好便宜啊 多热 来看涨 来看涨 看涨是你没有粉丝 对 不 这是我们拿来放冷脆 然后冷脆通过这个机器 它会出现一层像泡沫 类似于牛沙 哦 了解了 了解了 对对 它也可以把它换成茶 它就是一个有泡沫的茶 就是有点啤酒泡沫的感觉 没错 这边的话是我们一个牛奶的 一个整体出来的效果 看一下它这个奶泡机 好用 还是可以 然后它的 冷热都可以的吗 冷热可以 对 然后它的厚度 它的温度 都是可以调的 出来的确实蛮绵密的 对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它整体是比较 它是一个比较光滑的质地 嗯 奶泡这个打发绿 它也可以的 可以的 就是你想要它 厚就厚一些 薄就薄一些 没错没错 做一个契约的地赛 可以 对然后 这是谁拉的这个 这个 全球 蛮厉害的 这个打包背做成这样 我们试卖下面的设备 直接把它连上去 通的 就是可以摆打使用 就是这个筒 它只要能连上这个管子就可以 对 摆打的 好的 那我知道了 它就炒 就炒一把 这个是随便设 它有不同的量 就比如我要是做一个小杯的 我可能用一 大杯的用二 再不同时候来用三 对吧 对 好的 那这个机器还是蛮好用的 我能不能买一台 麻烦可以跟你取得一个联系吗 好 ok 这上面是放茶叶的 对对 放茶叶的 里边有一个滤网 对对 滤网是拿出来 哦 清洗 有不少生豆贸易商 也都在场馆内做起了杯测 方便像我们这种烘焙商 来找合适的咖啡豆 我们也在这次的展会中 找到了一款很棒的 来自非洲卢旺达的 拨旁种的口粮单饼豆 那我们取名叫葡萄皮 很适合做夏天的冷脆 以及冰手冲 这也算是这次的一个小小意外的收获 还有一个另外的亮点 就是各种比赛 除了咖啡比赛 还有烘焙比赛 饮品赛 披萨赛 甜点赛 每个领域都能通过比赛 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以及提升行业里边的技术和技能 这边有一个这个泰式香凝茶 感觉还不错 尝试一下呗 它这个柠檬好香哦我觉得 蚝子的 蚝子的 每个里边都有果肉 草莓啊 过河 哇 这边的味道好多啊 就是你们喝的很多奶茶里边 它的果肉啊就是这种的 然后这是冷冻的 这边有很多都是做一些奶茶的原物料的 包括有一些饮料店呀 或者有一些咖啡店的这种果酱呀 或者是一些糖浆啊 专门提供这种冷冻的果肉的 椰子类的原材料的 真的是半壁江山啊 还有我能感觉出来这种椰子类的展台 它的展台做的都相对来说比较大 这说明了做椰子类的产品还是比较赚钱的 因为他们的位置也好 能花得几钱 然后呢 站到这种好的位置 你看基本上这些椰子类的 都是在场馆里边 都是C位的展台 这一天下来 见到了全国各地的咖啡人 也有不少经常看我们视频的人 来到我们展台喝咖啡 买豆子 我自己也是见缝插针的 带着大家逛一逛 看一看每个场馆的内容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 Cheers ch